第四圈和第二圈的勾法是一样的 在扇形花上面中间三针 我们要勾出三个短针 在两个扇形花中间 短针上面要勾出一个长针 一个辫子一个长针 是这样的勾法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变化 大家一定要记住 大家就是遇到这种情况 因为往下的勾之呢 就是一直重复二三四五 这几圈的勾法 那遇到这种扇形花在开始的地方呢 我们就往前引拔到中间就可以了 好 引拔到中间勾短针 这是第一个 然后是第二个 第三个 好 第三 第四个 引拔到第四针 我们勾一个锁针起立 继续在第四针上勾一个短针 这样呢 已经到了中间了 我们继续再勾出两个 这样三个短针就勾完了 是在扇形花中间 大家遇到这个 就是遇到这一圈的话 就是这样的勾法 把它引拔到中间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 后面呢就是一个辫子 两个扇形花中间 短针上面 又开始重复 勾一个长针 一个辫子 一个长针 后面的勾法呢 是非常简单的 一个辫子 一二三 在第四针里勾短针 继续 三个短针 一个辫子 这是第四圈的勾法 大家把它勾完 勾到最后还剩下 最后一组 我们勾出一个短 一个长针 一辫子 一个长针 勾完之后 一个辫子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勾了三个短针 我们在第一个短针上面 勾出一个引拔针 开始勾第五圈 第五圈呢 又开始勾 扇形花了 要勾九个长针 大家看一下 九个长针呢 依然还是在两个长针 中间一辫子上勾 然后三短针上面呢 在中间第二个短针上 勾一个短针 那这样呢 看一下 刚开始的地方呢 依然是往前引拔到中间 勾一个起立针 继续再勾一个短针 这样在中间勾了一个短针 直接在两个长针中间 勾九个长针 这是第五圈的勾法 大家把它勾完 三个短针中间勾一个短针 两长针中间一辫子上勾九个长针 看一下第六圈的勾法 第六圈和第四圈的勾法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个稍微的不同点 就是第四圈 我们直接上来就是一个扇形花 所以我们要往前引拔到中间勾 勾出三个短针 那第六圈呢直接是刚开始就是一个短针 这里呢就不需要引拔了 直接在短针上面勾出一个长针 勾出一个长针 也就是三辫子起立 一个长针 一个辫子间隔 继续勾出一个长针 这就是稍微有所不同的变化 然后呢又开始勾一个辫子 在中间 一二三 勾出三个短针 又是一个辫子 一长针 一辫子 以后呢就是大家按到这个勾法 一直勾到自己需要的长度就可以了 遇到第一针是 遇到这一圈 上来就是这种扇形花呢 我们就往前引拔 遇到短针呢 我们就直接勾这个花形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如果大家勾包包想要这种平边的 就是直接勾完这一圈 然后挑出一圈的短针就可以了 因为勾着这一圈呢就把它拉平了 大家看一下它是平的 如果不想要这样的 就直接不用勾这一圈了 直接就断线就可以了 就呈现出这样的花边的形式 好 然后后面呢大家自己完成就可以了 做上包带 就是勾到这样的垫子针 好